欢迎回来 百物价格居高不下 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 经济领域确实预测 通货膨胀会在今年逐渐降门 人民的消费力也有望回升 南洋商报引述大华银行的研究指出 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国人 预计从今年六月起 自身的财务状况会有好转 那今天早上我们就邀请到了 玉峰集团执行董事林卓峰 来谈谈我国通膨和消费情绪 卓峰早安 早安 各位观众早安 好 那首先我们来谈一谈通膨的问题 就是有受访的业者认为 我国是有望逐渐扫除通膨的阴霾 您认为这可能性是阶段性的 还是是一劳永逸可以获得改善的呢 2024年的好消息 就是从在上半年来看的话 大家对于通胀的这个紧张的情绪 有望可以有一点点的放松 简单的来说 上半年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物价应该在未来的半年左右 会趋向稳定 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回去看一下 我们如果把这个物价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商品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服务的 那如果从商品服务类 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国际的价格 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进口 特别是我国的一些粮食的进口价格 在过去的半年 其实涨的也是真的是挺厉害的 那从我们的汇率上面呢 就会很影响我们的这个物价了 那从马币的对美元的这个汇率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三到六个月 左右的平均呢 是4.6到4.7 而我国的这个马币的最低的汇率呢 其实是在失业底 就大概是4.8左右 那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也是回到4.6左右的这个情况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的汇率也没有 就对比起最差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回涨了一点 这个其实也要得益于 就是美元自己的一个回降 让我们就有这个压力方面的一些释放 那从油价的方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 从大概10月份左右的95最高的情况呢 现在已经缓缓回到国际油价 大概是72左右 最低呢 就去过67左右 那所以这些等等也是影响我们的物价呢 为什么会缓缓的下降的一个预期 但是呢 我们也要知道 在过去的 因为很多的这个进口商 他调价格也不会说是一步到位 那他们现在能看得到的 就是这种压力已经是减轻的时候 他们可能在加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也没有涨得那么厉害 那希望呢 这个消费者可以去接受这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核心呢 就是我们总体所有人呢 整个社会里面对物价的这个预期的问题 然后预期啊 在经济学里面才是对物价的一个核心 那也受益于刚才所说的几个因素呢 基本上大家总体来说 也就慢慢 第一心里面已经接受了这种 物价的上涨的预期 从过去乐景这个消费当中呢 也慢慢的去接受的情况下 也相对来说 在消费上面会好一点 所以整体来说 上半年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物价不会涨得很厉害 但是到下半年 究竟我们的汇率是不是能够保持呢 那就可能会很 是一个对我们的物价因素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是 然后讲到下半年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认为说 就是开摘结果后 那个买气通常会淡下来 不过那另一回事 那下半年再请您评估 稍后再请您评估 那可是您认为 因为刚刚您那番谈话 是有点乐观的情绪嘛 跟大华银行那个调查的结果 是一样的 比较乐观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国人今年的购买力 您看好会提高呢 那如果对国人的话 其实大家会看到 因为物价有 虽然刚才说的是乐观性 但是物价本身是有个黏性的 就是只要你是商家 你自己也会知道 哪怕你是消费者 你出去了 你会看到物价涨了 其实是很难将下来的 它最多就是在涨的空间 再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要它 哪怕说我们的令吉 可以回到4.3 哪怕是最好的3.8 好不好 但是基本上你要这个物价 涨了上去 要下来呢 其实是很难 但是呢 从这方面因素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利好的作用 就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有这个对中国啊 印度这些等等的一些国家 增长了这些免签的这个政策 那所以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特别是圣诞假期啊 这段时间 我们也看到 其实很多这些国外的游客 也来我们国去旅游啊 去消费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对于这些外国人过来 我们本地去消费啊 他们也认为 因为马币相对来说啊 相对的这个汇率比较 比起他们本国比较低 所以他们过来的时候呢 消费抑郁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换句话说 就间接教成 我们本国的带动这个外汇的收入呢 也会相对的提高 那所以总体的消费力来说 只要我们本地的商家 可以在无论是 在这些消费的商品类的 或者是服务类的 都有多一点收入的话 我相信啊 也会带动本地的一些 这个总体的这个收入 来环环的再把整个国家 整个我们社会里面的 一个消费的程度呢 可以慢慢的拉涨 所以呢 海外的对我们的 这个本国的消费呢 确实是一个挺重要的环节的 好的 非常感谢卓峰啊 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明年 就应该是今年的 这个通膨还有消费市场的展望点评 我们就成您贵言了哈 新年快乐 谢谢卓峰 好的 新年快乐 美国转发生了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了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